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陆飞学生提供的 OpenStark云计算系列的视频 我是朱姜老师周一强 那这节我们来学习一下 OpenStark的一个基础服务的安装 为什么要先学这个呢 因为OpenStark的一个安装 它是一个SOA架构 安装的步骤特别多 咱们把它拆开了 所以呢 现在咱们先来学习一下这个基础服务部分 首先我们要准备两台机器 两台训习机 一台呢叫做Controller节点 控制节点 一台叫Computer1 计算节点 后期会再增加Computer2 那这个内存的要求 它的一个整体的架构比较大 所以控制节点咱们至少是三个基内存 这个不能再少了 再少你可能会特别特别的卡 或者根本起不来 这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段实践啊 发现最少都得三G 如果你内存足够的话 你可以给4G 5G 6G 好 这是这个要求啊 我们的本次环境呢 是基于分材是7.4的 虚拟化都得开 然后呢 如果呃 这里的话 待会我讲课是直接拿现成的模板机 去使用了 那关于模板机怎么去制作啊 这里我已经做好一个视频上传到百度云 然后呢 如果你说我不想使用这个自己制作的模板机 我就想跟老师环境一致 没有问题啊 那这个Omsa.OBA就是我当前正在使用的模板 好 那接下来啊 咱们先来准备这两台机器 那这里呢 就是大家从百度盘下载的资料的一些文件啊 那我们现在呢 假设你要跟老师的环境一致 那么呢 你可以把这个OBA文件导入进去啊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导入 鼠标右键 你可以直接选择使用Vimware Workstation去打开啊 或者呢 打开方式这里选择Vimware Workstation都可以啊 点确定 这里啊 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他会提醒你 导入啊 导入讯息机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给他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给他起名字叫OpenSive的模板机 点导入 你第一次导入的时候会提示一个OVF啊 这个标准规范的问题 你只要点从事就可以了啊 我的啊 已经不是第一次导入了 所以没有提示 导入的时间啊 这个进度条看你的硬盘读写速度啊 老师的电脑是一个固态硬盘 所以速度还可以 好 那接下来导入成功之后 这个模板机啊 咱们还需要做一些修整 做哪些修整呢 首先我们来调整一下他的一个CPU的虚拟化啊 把这个英特尔VG虚拟化一定要搜上啊 这样的话后期咱们基于他去克隆的时候就不用再去关心他有没有勾了 然后呢光区这里啊 我们先选上这个启动时连接 然后再使用ISO文件啊 这里注意我的模板机啊是基于生存S7.4的 所以啊你要准备好一个7.4的镜像啊 后期我们有用 那这里啊 我们就找到这个下载的目录 悬上这个生存S7.4的镜像啊 这里勾这两个 然后呢 CPU虚拟化扣上 其他的就不用再动了啊 点确定 然后接下来基于插去克隆两盘 一台叫做啊 控制节点 来起名叫做 我们可以起名叫All Start Controller 注意啊 这个Controller咱们是需要调整一下内存的啊 内存足够的话 我建议啊 多给一点 比如说为了讲课的顺利啊 我就给4G 然后再克隆一个计算节点 后期我们可以增加很多的计算节点 所以这里呢 咱们的计算节点叫做Computer 1 计算节点 硬件配置是不用再改了 所以呢 接下来咱们把这两台机器啊 开机 这个模板机 待会儿起来之后 它的一个账号密码啊 是root用户 密码呢 12x56 然后初始的IP地址是10.0.11 所以呢 第一台机器咱们不需要改IP地址 应该就可以用插销连接上 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起来了 一台已经起来了 我们试着用插销直接来连接一下 这个将作为我们的controller节点啊 待会儿再来改它的主机名 好 这边我们要改一下它的IP地址了 先来看一下它当前有没有IP地址 可以看到啊 它当前是没有IP地址的 因为这个不能冲突 所以呢 咱们把它的IP地址改成其他的就可以了 嗯 在第六行 我们把这个IP地址改成三腰 改完IP地址 我们把它重启一下 好 现在的话就可以用插销来直接连接了 好 在刚才这里改IP地址的一些步骤啊 我可以给大家列举一下啊 咱们主要就是改了这个文件啊 注意啊 咱不只是要改IP地址 还要注意网关啊 你的网关是否跟我们的这个啊 一致 我的配处件里面网关是10.254啊 这个跟Winmore的设置有关 如果你的网关不是啊 你可以啊 调整成你当前的网关 也可以去把Winmore这个网关调成254啊 这都可以啊 好 那IP地址改好了之后 接下来怎么样修改一下主机名啊 修改一下host的主机名 那这里啊 我们直接来通过host name ctl set host name 第一个主机名叫做controller 改完了 退出登录啊 然后再重新登录一下 让它生效 好 控制阶段呢 主机名改好了 接下来咱们改一下计算阶段 host name ctl set host name compute1啊 也是一样 需要重新登录 好 主机名改好了啊 然后呢 host的解析我们也要改一下 那直接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文件啊 在这个文件下面 增加上PPT的这两行就可以了 好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咱们啊 把它保存 同样的啊 计算阶段 我们也需要去改一下它的一个主机名啊 直接贴上来 最后啊 咱们啊 把这个 这个窗口调出来 叫 那应该就是这个撰写栏啊 对 就把这个撰写栏调出来 然后呢 点这里 发送到全部绘画啊 我们试一下它的网络是不是通的啊 都各自拼下百度点 com 然后呢 花四个包 好 很明显我这边啊 网络都是通的啊 不通的同学请调整一下你的网关啊 那这里咱们的一个初始啊 环境才算做好了啊 如果你不放心啊 担心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再检查一下内存啊 这是计算节点的内存啊 这里建议还是做一下啊 因为之前线下有同学就是桌子桌子桌子桌到后面 计算节点控制节点越来越卡越来越卡啊 后来他让我去帮他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一看内存 他的控制节点只给了一季 计算节点给了四季啊 所以呢啊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啊 怎么提前就把这个内存呢都检测一下 好 这是准备环境啊 就是准备的两台机器啊 这里咱们是已经准备好了啊 那接下来啊 为了让大家啊 安装速度去提升啊 OpenSAR里面需要安装的包也特别多啊 所以呢 这里我给大家准备好了 他的一个RPM包的一个文件 在咱们的资料里面啊 就会有这么一个文件啊 这里面你解压全是RPM包 这里面全是RPM包啊 OpenSAR用到的RPM包 给大家准备好 就是让大家提高一个安装速度啊 甚至是在没有网的情况下 都可以安装成功啊 好 那接下来呢 在使用这个之前啊 咱们就要先配置一下本地亚密源 配置这个本地亚密源呢 它还依赖什么的光盘的一个亚密源 所以呢 咱们先把光盘挂上啊 可以批量挂光盘的命令啊 我们可以把这条命令复制下来 然后呢 在这里去批量执行 这样的话 两边都会有提示了 那接下来执行任何的命令呢 咱们最好是检查一下 所以呢 我们检查一下 可以看到啊 光盘已经被挂到MNT目录了 这边也是 那接下来 咱们要做的就是 把资料包里面的这个文件 上传到OPT上去 可以看到啊 资料包里面就这个啊 刚才说的这个RPM包啊 200多兆 我们把它上传上去啊 我们可以直接CB到OPT目录下 然后呢 你可以用RZ的命令啊 也可以直接拽上来 200多兆 我们稍等一下 应该还是很快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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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咱们已经上传上来了啊 上传上来 记得啊 一定要解压啊 那接下来 咱们把它解压一下 哦 这是一个TAR包啊 直接用TAR命令去解压 好 接下来 就多了一个啊 report的目录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啊 我们的计算节点 也是需要配置这个样模园的啊 同样的 我们把它传到计算节点上啊 也是传到OPT目录下 好 这里已经传完了 那接下来 我们啊 跑到 嗯 计算节点的OPT目录下 把这个文件同样的解压一下 好 解压好了啊 这一步相当于咱们都已经做完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生成这个REPO的文件啊 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呢 生成的定义了两个report 一个是Local 一个是Local啊 用的是MNT目录 一个呢 是OpenSag用的是OPT上面的REPO目录啊 那接下来咱们啊 把它在两边啊 都执行一下啊 这是计算节点 控制节点啊 都操作一下 最后呢啊 咱们来检查一下 刚才的样子源呢 配的对不对 没有包错 那就是对的 通过MAC Page 来检查 出现这三个提示啊 就是对了 这边呢 也一样啊 那样子源是配置的 没有问题了 那大家要知道啊 咱们这个光盘呢 每次开机都是 不是自动挂载的啊 后期你可能会关机什么的啊 所以呢 咱们建议把光盘呢 配置为开机自动挂载 那配置为开机自动挂载的命令呢 就是通过修改RCE.Local Sag的RCE.Local 默认没有执行权限啊 所以呢 你还需要给它 加上执行权限 它才会开机的时候 自动挂载 那接下来啊 咱们也是一样 两面都执行一下啊 好 这时候啊 亚米元才是真正的配好了 那接下来啊 咱们来安装 第一个啊 叫做时间同步的啊 其实我从安装时间同步开始啊 就是跟官网上一致了啊 这个官方的一个啊 地址呢 我们是参考的 本次咱们部署啊 是参考的M版米他克 装什么版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咱们把Ostack的学好啊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啊 这个语言啊 选中文啊 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装米他他的原因啊 因为他有中文的官方文档 对于很多英文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啊 这个版本就非常的适合 好 打开了 这是他的一个啊 官方的地址 除了在这里可以打开这个地址啊 在我的博客上啊 也能打开这个地址 如果呢 我用了一个叫DOCS啊 Qstack的点抗的域名 然后呢 也同样可以选择啊 在最底下找到简体中文 然后呢 点上米他克啊 红帽 啊 界面都是差过多的 这是官方后来更新了一些内容啊 其他都一样 甚至啊 如果说啊 有同学说我这个啊 网不太好啊 那这里啊 咱们资料标资料包里面啊 也有这么一个文件 你可以把它呀 解压了啊 解压之后呢 找到里面啊 有个atmel 然后找到首页index 鼠标右键啊 使用浏览器把它打开啊 一样的啊 这也是官方文档啊 所以啊 不管用什么方法啊 你都可以去看到这个官方文档啊 好 这里啊 咱们我还是喜欢用在线的啊 这里呢 我就用我活客的这个地址了 那刚才咱们啊 做的一些操作啊 比如说为什么 主机名 还有他的ip地址啊 用的是咱们这上面写的啊 一个11一个31 这是因为啊 官方文档上的 OpenSag的一个网络的规划 也是这样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 控制界点上的 可以看到啊 他做了一个host解析 也是11 Conture的 31 Compute的啊 这个呢 尽可能的跟官方文档上一致 后期你成功的概率才会更大 在以后你要装新的版本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到官方文档啊 把它安装出来了啊 不会有啥难度 好 这是主机网络 接下来可以看到官方文档上的 一个基础环境里面啊 第一个装的服务就是时间同步啊 这个大家可以回头去看 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呢 这个时间同步啊 我们就需要啊 把控制界点变成一个时间同步服务器啊 所有的计算节点或者是其他的节点啊 都跟控制界点去同步 那接下来咱们来演示一下这个啊 配置 如果你按照的是我的方法去安装的模板机啊 这个服务其实咱们是已经装过了 所以这时候再来去装啊 它会提醒我们已经装过了啊 可以看到啊 它提醒我们已经装过了 那接下来 所以啊 咱们只需要直接改配置就可以了 首先啊 控制界点 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时间服务器 我们需要去改它的配置键的啊 多少行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要修改它配置键的第二十六行啊 默认它是允许一九一六八啊 来跟它时间同步的 那这里啊 我们就改成一零段啊 因为我们整体都在用一零段 好 我们把这个啊 改好之后呀 保存啊 接下来需要重启才能让它生效 它的服务是 Corony D 那接下来 咱们可以去看一下它重启之后的一个状态啊 好 这里是已经起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监听端口啊 以前是没有这个一二三的啊 只有三二三啊 当它变成时间服务器之后就会兼听一二三端口 而且是UDP的啊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它没有配置成时间服务器的时候 它是只兼听三二三端口的 那接下来啊 咱们就让这个计算界点向这个控制界点进行一波时间同步啊 来这里啊 咱们也是改它的配置链 只需要改第三行这里就可以了啊 我们可以指定上游的时间服务器是啊 我们的计算啊 控制界点啊 11 后面最好也是加上这一个单词啊 好 剩下的三行啊 咱们可以删掉 保存那第二个也是一样啊 重启让它生效 好 最后验证所有节点是不是时间同步啊 咱们可以通过执行 同时执行一个date命令 来看一下它的时间啊 是否是同步 那这里我可以看到啊 我的时间是完全一致的 好 一秒都不差 如果你的时间啊 总是差那么几秒 你可以多试着啊 执行几次这个重启的命令啊 就可以让它时间一致了啊 好 这个啊 是第一个服务时间同步啊 官网上也是一样 接下来呢 啊 是要求安装这个OpenSAR的一个客户端和AC命令 这里面写了啊 啊 由于咱们用的是SintoS啊 所以你不需要去使用红帽去啊 什么使用订阅啊 不然压名功能都用不了啊 那咱们是啊 SintoS 所以呢 如果你要去装啊 就是说以后装新的版本 你可能需要的操作就是啊 有了Bass源之后 直接压名install SintoS release OpenSign 后面接版本 比如说最新的啊 这个 你要装最新的R版 那可能你的命令就是啊 需要这样的 需要把这个换成咱们的R版啊 R版的一个地址啊 我们来还是看一下啊 DLC R版叫ROCKY ROCKY 你就需要使用这样的方法来让它拥有OpenSign的一个亚名源啊 用这个啊 就可以让它把亚名源OpenSign的亚名源装好啊 这是跟我们的一些差异啊 有问题后面也可以问我啊 那接下来啊咱们还是回到这里 你要装这个OpenSign的包啊 首先得有它的源 刚才咱们是通过手动的这种方式去定义了它的一个亚名源啊 这里啊 通过手动的 就是提前我把那些包啊都下载下来了啊 然后手动的配置成了亚名源 如果没有的话啊 那后期你再有BASE源的技术上啊 CentroS的BASE源 CentroS啊 它的一个BASE源 BASE源里面啊 更新到最新啊 它就会有这个包了啊 好 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咱们亚名源是已经配好了 那接下来啊 注意这两个包啊 是需要在所有节点上执行的 也就是说控制点和计算节点呢 都需要去执行啊 整个安装的过程还比较慢 所以呢 咱们先把它同时执行一下啊 然后再来说一下啊 这个包啊 咱们可以去啊 这个阿里云上面看一眼 mirals 阿里云.com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文件 最新的就会有啊 这个在CentroS的BASE源 这个就是大家经常用的BASE源 在这里面我们找到最新的7.5 7.5里面呢 一般这个包应该是在这个拓展里面 然后找到这个 我们搜索一下 OpenStart 这里就能搜到了啊 看到最新的R版啊 Q版有两个 P版一个 O版一个啊 如果你要想装最新版的 这就是它的源 这个包下载下来之后啊 安装啊 它会给你生成几个仓库文件 这仓库文件的一个下载地址 又指向哪啊 它指向到这里 有个Clode 我们来看一下Clode Clode云计算 然后呢 啊 这几个版本就在这里了啊 R版 那就会到时候会定义到这个目录啊 所有的R OpenStart的包啊 几乎都在这里面 这是咱们额外扩展的一些东西啊 教了大家如何以后去安装最新版啊 你只需要简单的修改一下样源就可以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服务啊 在安装的时候啊 在安装到这一步的时候会卡住一会儿啊 这个任何的包啊 还有支持A4E Linux安装的相应的包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慢啊 这个咱们稍等一下啊 好了啊 这个包啊 咱们已经装好了啊 可以看到 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啊 它都啊 已经安装完成了啊 那接下来啊 咱们继续往后看啊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来安装 输义库啊 就要装在一个节点上就可以了啊 这里呢 我们尽量跟官方一致啊 就装在控制节点上 输义库只需要装在控制节点上啊 那接下来啊 OpenStyle啊 还推荐了输义库的一些优化 比如说这个地址啊 你看可以看到啊 它坚定的是10.0.11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规划初日IP的时候使用的是11 这个啊 咱们跟官方的环境一致的话 很多地方你都不用改了 直接复制它的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这里还做了一些简单的优化啊 比如说默认的存储引擎 印度DB 然后呢 独立表空间文件 最大的连接数 4096 默认的制服级啊 和交易规则 UTF8啊 这是它做的一些配置啊 后面就是启动 还有序域的安全处理化 那接下来怎么来执行一下啊 我们的马尔维亚DB啊 装在哪 你就在哪执行啊 好 接下来就是把序域啊 设置为开机启动 这因为啊 之前线下同学啊 在安装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电脑捧不住了 它就蓝屏了 然后呢 就导致啊 一些服务没起来 所以呢 这里咱们把所有服务 只要装好了 就让它开机启动啊 马尔维亚DB 然后把它启动啊 时间同步啊 咱们之前就做模板机的时候 就设置回啊 这个开机启动了 所以不用再去管了 好 接下来看一下 有没有监听啊 3306短口 那如果有了 说明咱们的需顾是OK了啊 还可以尝试着进一下需顾啊 这都证明 需顾是正常运行了 那接下来咱们要做一个买搜口的一个安全出入袋 安全出入袋的目的主要是移除一些匿名的用户啊 禁止Root的远程动录 那接下来咱们来试一下 回车 这里会让我们输入当前的一个Root密码 那当前Root密码肯定是空了 直接回车 问我们是否要设置一个Root密码啊 这时候咱们不建议设 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大量的一些需顾的操作啊 所以呢 不设Root密码N 是否要移除匿名用户啊 yes 是否要禁止Root远程动录 yes 然后呢 是否要移除TES的库和访问它的权限啊 那yes 是否重载权限表 yes 好 这就是安全出入袜啊 那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回车 一个no 剩下的都是YYY 好 这一步啊 一定要做啊 不然后面会出一个小坑啊 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既然我写上PPT的 那肯定是重要的啊 好 设计库同步好了 那接下来咱们来安装一下这个RubinQ啊 OpenStack是一个SOA的架构啊 它就涉及到多主机之间的一个交互 就是程序之间的一个要用 那么这个东西啊 它就需要一个集中的一个 转发这些消息的一个组件 那这里啊 用的是RubinQ啊 大家记住以后的任何的微服务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SOA架构 它都会有依赖消息地裂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好 那接下来咱们先把它装上啊 可以看到啊 官方文档上面也是要求去装这个消息地裂的 哎 有些人说这为什么no cycle不讲啊 因为啊 这个no cycle啊 它是用来做telometer服务的啊 这个telometer 其实我们讲价格的时候有个cellometer啊 看到这里 有个cellometer监控机费的啊 咱们呢 这个石油云里面用不上这个监控机费啊 我们可以学习的时候啊 有减入生啊 这个东西咱们就不需要去学习它啊 当你把其他的学会的时候 再来学习它的时候啊 那就变简单了 这就是为什么不装no cycle的原因啊 那接下来啊 咱们来跑这个消息地裂啊 消息地裂 可以看到官方也是推荐使用的RubinQ啊 当然官方还支持什么QPID 0MQ 只不过这里啊 只是以RubinQ做例子啊 Obsang是特别灵活的 支持的主件也特别多啊 所以呢 接下来咱们直接操作就行了啊 这个也是一样 只需要在控制节点上安装啊 控制节点 那接下来就是它的一些步骤啊 我们批量执行一下 啊 这里是启动RubinQ 下一步是啊 把它设置为开机启动 RubinQ啊 啊 默认会占两个端口 一个是 5672 5672啊 和25672 那接下来啊 启动之后啊 咱们在RubinQ里面呢 创建一个用户啊 英文名叫做Obsang 然后呢 它的密码啊 是RubinQ-Path 就像你使用MySoco一样啊 也许需要去创建用户 然后授权的 那接下来这一步呢 就是给Obsang的应户啊 授权 授了三个新星星啊 那就代表是最高权限了 好 那接下来咱们来把它执行一下 好 这里啊 这个授权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这一步啊 这个作用呢 是为了开启RubinQ的一个web界面 来监控RubinQ的一个运行状态啊 好 当我们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 就代表启用了RubinQ的一个管理界面 这时候啊 它会再多监定一个端口 叫做15672 那这里我们可以访问一下 这个15672 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15672 然后用户名和密码啊 可以用默认的GAS的GAS的 这是它初始的账号密码啊 在这里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 RubinQ的一些监控状态啊 在后期的时候 咱们主要是看它的一些值啊 现在由于没有任何的值啊 所以看不到啊 当后期有值的时候啊 我们就重要看一下 它有哪些锁啊 死锁或者锁 好 这个现在是看不到了啊 因为什么都没有 还没开始用啊 后期的RubinQ的一个监控啊 主要是看这个web界面的 好 这是消息的列 最后啊 它还使用了Memore Card 做缓存啊 那Memore Card 做缓存 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我们把它直接装上 这一步呢 是为了改它的配置啊 它默认的 是监定的是 127.0.1的端口啊 后期呢 需要跨主机去使用 所以呢 把它监定为10.0.11啊 那这里啊 咱们就不带废话 直接啊 装上就可以了 忘记写Y了 好 那这里啊 写了Y 刚才没粘上吗 先说这个 好吧 中文的问题啊 那接下来咱们来啊 总的回复一下 咱们刚才安装的服务啊 最初始的服务 123 323 时间同步 然后呢 数据库 3306 相续计列啊 现在它有三个端口了 5672 25672 15672啊 那25672是 VarbingQ 原生就支持做集群 集群之间通讯用的端口啊 那后来 VarbingQ之后 只有我准备装了一个服务是 Memocad 可以看到这里啊 我的Memocad啊 并没有修生效啊 你可以看到它的地址啊 还是127.0.1 所以呢 这里我再次修改一下 它的配处件啊 这是我手动修改 好 咱们一页这一步啊 是没有执行成功啊 那这里我就手动修改了 把它修改为10.0.11啊 改完之后啊 重启一下 好 然后再来检查一下端口啊 确保它监听的是10.0.11啊 不然后期 咱们Obsad在登录的时候啊 使用Horizon WebGmail登录的时候 会出问题啊 好 这里啊 咱们的基础设置啊 几乎才是配好了 下一节咱们开始安装 KissDone服务 好 这节咱们就到这里啊 咱们 好 咱们 好 咱们